BNO的想法 近期不少香港人 都重研申請及逐領BNO的想法 始終多於保障 而BNO最大的優點 就是免簽證的國家及地區多大185個 給予看看新系統的所需文件 注意事項 而申請條件方面 只要你在1997年7月1日之前申請過BNO 就算你不見了或過期都可以申請 如果沒有的話也不用可惜 還有一個機會 就是如果你父母有BNO 而同時在Incrupter Child寫了你的名字 也有機會申請BNO 不少人可能都會因為BNO過期太久 申請者會跌入FIRST UK Passport的狀態中 這裡就說明HNPO可能會跟你面試 按繼續之後就會列出申請所需的材料 例如信用卡、數碼、證件相等 這一板就列明了證件相的準則 例如不用笑、正對鏡頭、不可以配戴頭色等 而系統OK之後就按上傳 然後就要填寫家人的資料 包括父母和祖父母的個人資料 由於新款的BNO不直接把簽名印在護照上面 所以這裡就提醒當你收到護照的時候要自行簽名 重新核對資料之後就會提示所需郵寄的資料 順帶列明除非HNPO接受楚色影印之外 其他所有都需要提供證本 明白之後就按確認 完成了程序之後你要檢查一下電郵和電話SMS通知 而HNPO也會電郵連結給你登入網頁 登入之後就可以找回申請資料 包括需要郵寄的英國地址和reference number 1. 未展過的舊BNO護照 如果不見了或者被人偷了 就需要在系統裏填寫LS01的表格 2.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雙面彩色影印本 3. 現時持有任何未過期的其他國家護照傳彩影印本 4. 一年內的英文住址證明 5. 個人或父母的出生指雙面彩色影印本 給大家一個小貼士 只要在郵寄文件上寫回申請的reference number 當局便會更快處理你的申請 如果聲明書上依求你有第三方的身份確認 即是代表你需要付署人的簽名 而不是每個申請人都需要付署 以下這四項便需要 1. First UK Passport 2. 遺失、被偷、損壞的舊BNO護照 3. 鴨貓和舊護照的相片變化差很多 4. 個人資料又重大改變 4. 合資格後 5. 個人資料又重大改變 5. 個人資料又重大改變 6. 黑盤 當你找到合資格的副署人之後 其實做法很簡單 只需要提供你副署人的個人資料 與護照照的印印本便可以 可以的啦